目前的注意健康中的一个坑 两个解决办法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提个醒 也就是秋天天冷了 好多人的血压比夏天高了 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注意监测一下血压 如果血压升高的明显 甚至有些人呢需要进行正规的治疗 那么如何解决呢 我觉得第一个办法呢 大家都能做得到 就是注意添加医务 天聊了添加医务 从根本上能够减少这种寒冷 对于我们血管的刺激 导致着血管收缩 所以说呢这一点上 我希望大家都做得到 第二点呢就是要注意监测血压 好多人呢如果说天涼之后 这个秋天的血压比这个夏天高得多 我今天闻诊上就好几个 就是秋天天涼之后血压高来调药的 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监测 知道自己的血压高了 不要把这种血压高带着到冬天去 尽早的找到专业的医生 进行专业的调整 无论是生活方式的 还是药物的调整 尽早的把它处理掉 减少高血压对于身体的损伤 所以说呢今天我就提这个醒啊 是一个非常简短的视频 讲的并不复杂 但是每个人 无论是高血压患者 还是普通健康人 都应该注意的一点 因为说实话 不说好多人就不注意 顶着高血压 有的时候甚至 它就因为高血压 好多时候它没有不舒服 你不监测就不知道 最后到了冬天 血压特别高才发现 甚至心脑血管疾病 心梗脑梗 出现了才发现 这就得不偿失 希望张大夫今天的这个介绍呢 给大家提个醒 最好是能减少 这种高血压 对大家的伤害 如果大家觉得 今天这个视频有用 点关注点收藏 你可以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静大夫 感谢观看